上期不是用摩托换了台游艇吗 于是我打算开游艇去地图上的交易区逛逛 顺便卖点物资 谁知道这游艇的游箱这么小 还没走到半路 游箱就快见底了 好在中途我发现了一个海港 这里刚好有个驾驾站 就在我准备停高上岸时 竟然听见了自爆僵尸的声音 吓得我立马启动游艇 拉开距离了 等到达足够的安全距离后 我拿出了探险围猎枪 准备展开僵尸轻角行动 先打掉自爆僵尸 开完枪的后座里 让游艇都摆动了起来 掉落的空弹壳 也在含面上缓慢下坠 不得不说 这游戏的细节做的还是很到位的 周围的僵尸 听到声响全都围了过来 这时我发现视频中还有一只自爆 于是这一枪下去 四周瞬间安静了 就剩下一只 闪闪来起的小僵尸 一脸蒙圈 OK可以去加油了 停靠岸边后 我准备把油加满 结果添加选项是灰色的 于是我上前检查 是不是没油了 然而数值显示是满的 一番查阅后才知道 现在想要加油 你得办卡 妈 退去 得亏这玩意儿 无法被损坏啊 不然高低让你体验一下 什么叫零元购 好在这辆游艇是带有船桨的 即使没油了 咱们还能靠人工驱动 所以这个交易区啊 我是一定能到 不了呀 从天亮到天黑 也只动了几百米而已 虽然看得出 我已经很卖力了 不过按照这个速度 到交易区怕是要三天呀 划船方案不可行 还是先上岸吧 在地图上 可以看到周边有个房区 去那看看 说不定会有新发现 这先前没有注意 上岸后才发现 画面都出现重影了 于是我看了下身体状态 好家伙 已经是严重感染了 看来不在前面的居民楼找到车 我是活不长了呀 经过一番地毯式搜索 确实找到车了 但这不是缺胳膊 就是少个腿 不过俗话说得好 坚持就是胜利 最终在一个拐角 我发现了这样完整的摩托 小命有救了 出发出发 好家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